先如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 互亏互利是两国合作的最根本目的 这就好比目前我国需要乌克兰的发动机技术 乌克兰需要足够的资金来发展 因而就促成了中乌两国之间的合作 但是在我国与乌克兰的合作发展到关键阶段的时候 却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早期我国曾购买俄罗斯的发动机 但是不仅要购买整架战机 而且为了不让中国研究出发动机技术 俄罗斯扫清卖给我国的战机全部将发动机焊死 但还好有乌克兰愿意伸手援助 早在2016年 乌克兰就曾向我国提供了20台发动机 据悉这个合同的总额是3.8亿美元 如今在我国即将延迟新型枷链机的关键时刻 乌克兰马达西级公司将再次向我国提供250台发动机 然而不料此举却引起了美国方面极大的不满 妹妹称乌克兰这是拿着美国人的钱在背后捅了美国一刀 希望停止对中国供应AI-222K-25F发动机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将美国的施压当回事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表示 美国人妄图禁止我们向中国出售发动机 他们就应该自己来买 禁止我们的发动机出口 那么马达西级公司就只能破产了 由此可见 乌克兰方面在资金方面是很短缺的 因此对美国的举动极为反感 此外 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认为 美国此举并不会有多大的成效 因为即便施压成功 除了会造成乌克兰公司破产以外 对中国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毕竟中国还有国产发动机和俄制发动机 而且即便L-15用于舰战机飞行员的岸上训练 也不会对飞行员的培训造成影响 此次需要装备乌克兰发动机的 是我国新型战略机L-15 除了可以作为战略机以外 也可以充当新型战机 未来将大量用于出口 相较于俄罗斯同类型战机 L-15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超音速飞行 如果乌克兰停止供应发动机 将会导致L-15不再具有超音速性能 不过仍然可以作为胶燃机使用 美国媒体曾预测 我国将会在航天发动机技术上 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与当权发动机相匹配的能力 五到十年后才能持续批量生产 五大战机所需的高性能涡扇发动机 不过一旦到这个阶段 中国将机身高性能发动机制造国俱乐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